預計特拉斯將在週二返回倫敦後 在首相府發表第一次對公眾的演說 並公布內閣成員 目前的分析認為 特拉斯會縮小政府規模 成員將多以右翼和對華鷹派議員為主 外界預測 現商務大臣科瓦騰 會取代蘇納克出任財政大臣 現教育大臣克萊弗利 有望接替特拉斯出任外交大臣 總監察長布拉弗曼 將成為內政大臣 現任國防大臣華萊士會留任 此前曾因批評中共人權問題 而被中共制裁的外交委員會主席圖根哈特 和保守黨前黨魁鄧肯史密斯爵士 也將擔任要職 很多特拉斯的同事都表示 他不僅願意嘗試一些大膽的想法 還非常有計畫 注重細節的實施 因此把他稱為實幹型的政治人物 有消息稱 外界最期待的能源政策 預計會在週四或是週五出爐 特拉斯此次獲得57%投票選民的支持 是近年來保守黨黨魁獲得的最低投票率 蘇納克在保守黨內部的大量支持者 預計也會給他執政帶來挑戰 保守黨黨魁的爭奪戰持續了整個夏天 導致一些政策的延遲實施 因此備受在野黨工黨的批評 特拉斯的另一個當務之急 是如何迎回選民的支持 謝謝 謝謝 字幕提供